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朋友们分享这道非常好吃的香辣炒螺丝 这个买回来的螺丝尾巴已经剪掉了 在制作之前建议大家把螺丝焯下水 水烧开之后呢下入螺丝 等到水再次煮开之后再煮上几分钟 然后就把螺丝倒出 再用吹水清洗干净 放一盘备用 准备几个大蒜子 简单的给它拍碎 生姜给它拍碎 小葱切成长段 再准备点泡椒切碎 最后再准备点紫酥 也给它切碎备用 然后我们再准备一点干辣椒和花椒 接着就可以制作了 先把锅烧热 然后加入菜籽油 油要加的稍微多一点 先下入花椒泡香 然后把葱姜蒜泡椒 淡辣椒一起下锅 开中小火 把小料炒香 炒香了之后呢 再加入一勺香辣酱 或者豆瓣酱 继续把酱炒香 炒入酱色 接着我们就开入大火 加入螺丝 下锅了之后 简单的翻炒几下 然后淋入半小的白酒 爆出香味 然后再淋入生抽 继续翻炒 翻炒片刻 然后加入啤酒 这个基本的模式七平就可以了 接着加一点白糖 一点橙醋 再来少许的老抽 增加点颜色 尝尝汤的味道 觉得淡了再加点盐 一般加了这么多调料 盐味是够的 就不用再加了 烧开了之后 盖上盖 用小火焖上八分钟 使其入味 焖好了之后接盖 再加点辣椒油 提辣提香 再放上紫酥 开大火 把汤汁收拢 最后在起锅之前 炒上一把葱花 翻匀 就可以出锅撞盘了 这样一道非常好吃的香辣炒螺 就做好了 香辣过瘾 特别的入味 喜欢的朋友 可以试着做一做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拜拜